同学们好 今天我们继续学习21课小壁虎借尾巴 先来复习一下上节课学过的词语 请跟老师读一遍 转身同学们读得很正确 下面我们来欣赏动画版课文 重温这个故事 边听边思考 小壁虎是怎么借尾巴的 小壁虎借尾巴 小壁虎在墙角捉蚊子 一条蛇咬住了它的尾巴 小壁虎一正 正断尾巴逃走了 没有尾巴多难看呢 小壁虎想 向谁去见一条尾巴呢 小壁虎爬呀爬 爬到小河边 他看见小鱼摇着尾巴在河里游来游去 小壁虎说 小壁虎说 小鱼姐姐 您把尾巴借给我行吗 小鱼说 不行啊 我要用尾巴拨水呢 小壁虎爬呀爬 爬到大树上 他看见老牛甩着尾巴在树下吃草 小壁虎说 小壁虎爬呀爬 爬到房檐下 他看见 他看见燕子摆着尾巴在空中飞来飞去 小壁虎说 燕子阿姨 您把尾巴借给我行吗 燕子说 不行啊 我要用尾巴掌握方向呢 小壁虎借不到尾巴 他心里很难过 他爬呀爬 爬回家里找妈妈 小壁虎把借尾巴的事告诉了妈妈 妈妈笑着说 傻孩子 你转过身子看看 小壁虎转身一看 高兴地叫了起来 我长出一条 鲜尾巴啦 从故事中 我们已经了解到 小壁虎分别去向 小鱼 老牛 和燕子 借了尾巴 小壁虎是怎么借的呢 请同学们到课文中 找到小壁虎分别向三位借尾巴的画 并用铅笔画起来 开始吧 同学们都画好了吗 请看 这三句话 就是小壁虎向小鱼 老牛 燕子 借尾巴时 说的话 读读这三句话 你们有没有感觉到 小壁虎非常想借到尾巴呀 要读出这种语气 重音就要放在 借给我 三个字上 请同学们自己练习练习 同学们练习得不错 虽然小壁虎很着急 可是你看 小壁虎在说话时 他分别用了姐姐 伯伯 阿姨等不同的称呼 还都尊称了 您 请同学们看这个您子 您是一种表示尊敬的称呼 一般是晚辈对长辈 或者下级对上级的称呼 小壁虎在借尾巴的时候 都用了您 这说明我们的小壁虎 是很有礼貌的 我们也应该学习小壁虎 这种有礼貌的好品质 请同学们 坐坐这只 虽然有些着急 但却非常有礼貌的小壁虎 来读一读 这三句话吧 要读出 有礼貌的语气哦 开始吧 我们来听听 这些小朋友 是怎么读的 小鱼姐姐 您把尾巴借给我行吗 黄牛伯伯 您把尾巴借给我行吗 燕子阿姨 您把尾巴借给我行吗 为什么 小鱼 老牛 燕子 都没有把尾巴借给小壁虎呢 我们一起来分析分析 小壁虎没有借到尾巴的原因吧 你看 小壁虎来到了小河边 小鱼是摇着尾巴 小壁虎来到大树上 看见老牛 尾巴的动作 是怎么样的 是甩着尾巴 同学们 请看这个甩字 甩也是表示动作的词 你看 老牛伯伯 甩着尾巴 女孩 甩着美丽的长发 再看 这两个字 长得可真像 我们来看看 这两个字的区别吧 这个字读甩 意思是 抛开 扔 比如 甩石头 甩手绢 这个字叫用 在古代写成这样 很像一个 筒字的形状 因为 古时候的人们认为 筒子是给人使用的 所以 这个图画 就表示 用 意思是 人或物品 发挥其功能 使用的用 用武器的用 用笔的用 甩字和用字 这一部分 是一样的 但是 甩字这一笔 要比用字 稍微长一点 你们说的非常正确 甩手键 用手机 甩字 用字 要分清 甩字 长钩 身外面 用字 移树 躺中间 这个字是用字 这个是甩字 同学们 同学们都分清楚了吧 我们接着看课文 小壁虎来到房檐下 看见燕子的尾巴 动作是什么样子的 对了 燕子摆着尾巴 同学们 同学们呀 你看 小鱼是摇着尾巴 老牛甩着尾巴 燕子摆着尾巴 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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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你们也做做这些动作 想想 他们做这些动作的用处 是什么呢 我们一起到课文中 看一看吧 哦 小鱼 摇着尾巴 是要 拨水 同学们 请看这个 拨字 它 也是表示 动作的词 你看 小鱼 用尾巴 拨水 白鹅 在水中 红掌 拨 轻拨 如果你们家的钟表 停了 用你的小手 也可以拨 钟表 记住了吗 接着看 老牛甩着尾巴 是要干什么 哦 是为了 赶影子 燕子摆着尾巴 是为了要 掌握方向 是啊 小鱼 老牛 燕子的尾巴 都有各自的作用 同学们 从这三句话中 你明白 小壁虎 没有借到尾巴的原因了吗 我们来听听 同学们的分析吧 我明白了 小鱼姐姐 没把尾巴借给小壁虎 是因为 小鱼如果没有尾巴 拨水 会沉到水里去的 我想 小壁虎那么小 老牛伯伯那么大 尾巴是不能 接到小壁虎身上的 而且 老牛伯伯的尾巴 要用来 赶影子 没法接 燕子阿姨 要用尾巴 找过方向 没有尾巴 可能连家在那儿 都回不去了 同学们说得正好 小鱼 老牛 和燕子的尾巴 都有用 小鱼 要用尾巴来 拨水 老牛 要用尾巴来 赶影子 燕子 要用尾巴来 掌握方向 所以 他们都不能 把尾巴 借给小壁虎 现在 我们就来读一读 这三句话 大家请注意 在读这几句话的时候 要结合 动物自身的身份来读哦 小鱼姐姐 说话要亲和 老牛伯伯 说话要低沉些 燕子 是阿姨 说话 自然要亲切些 还有 最关键的地方 他们尾巴的作用 要强调清楚 读出重音 如果你能带上动作读 那一定 更能读出味道 自己练读练读吧 我们来听听 看看 这三位小朋友 读得怎么样 不行啊 我要用尾巴 捕水呢 不行啊 我要用尾巴 改银子呢 不行啊 我要用尾巴 找我方向呢 小朋友们 读得好 小朋友们读得好 再看 在课文的三四五三个子栏段中 小壁虎向小鱼老牛燕子借尾巴的过程中 有一个词 反复出现 你们看 就是 爬呀 爬 爬呀 爬 这个词 为什么会出现那么多次呢 请同学们 请同学们 思考一下 我们来听听 小朋友们的思考 小壁虎没有尾巴 不能帮助爬行 爬起来不方便 所以爬到很慢 很难 小壁虎的尾巴断了 从前脚爬到河边 从河边爬到大树上 从大树上又爬到房檐下 距离很远 是哟 小壁虎没有尾巴 爬行很不方便 而且爬了很远很久 那么我们要怎么读 这三句话 才能读出小壁虎借尾巴的尖心呢 我觉得要读得慢一点 爬呀 爬 字音要脱长一点 就能读出小壁虎借尾巴很尖心 这位小朋友说得真好 下面就请同学们自己练读练读 读的过程中 带上动作 体会体会 小壁虎借尾巴的尖心吧 看看这三位小朋友读得怎么样 小壁虎爬呀爬 爬到小河边 小壁虎爬呀爬 爬到大树上 小壁虎爬呀爬 爬到屋檐下 屏幕前的小朋友也读得很好呀 老师仿佛看见了这只借不到尾巴的小壁虎 小壁虎借不到尾巴 它多伤心呢 那如果小壁虎向其他小动物们借尾巴能借到吗 又会发生什么呢 你们看 小松鼠常常会翘着尾巴在大树上吃松果 你们知道小松鼠的尾巴有什么用吗 小松鼠的尾巴是用来给它当被子盖的 还有小松鼠整天住在很高的大树上 挑下树时尾巴给它当降落伞 保持身体平衡 这位小朋友课外知识真丰富 请同学们试试按屏幕上的语句 来编一编小壁虎向松鼠借尾巴的情节吧 我们来听听小朋友是怎么编的 小壁虎爬呀爬 爬到森林里 看见松鼠翘着尾巴在吃松果 小壁虎说 松鼠姑姑您把尾巴借给我行吗 松鼠说 不行呀 我要用尾巴保持身体平衡呢 你们看 小壁虎还可能像竖着尾巴的猴子借尾巴 拖着尾巴的狐狸借尾巴 开动你智慧的小脑瓜子 编一编小壁虎像猴子狐狸借尾巴的情节吧 我们来听听 这些小朋友是怎么编的 小壁虎爬呀爬 爬到森林里 看见猴子竖着尾巴 掉在树上 小壁虎说 猴子哥哥 您把尾巴借给我行吗 猴子说 不行呀 不行呀 我要用尾巴攀圆呢 小壁虎爬呀爬 爬到森林里 看见猴子拖着尾巴 在寻找食物 小壁虎说 猴子说 你把尾巴借给我行吗 猴子说 不行呀 我要用尾巴保暖预寒呢 动物身上大都长着一条长尾巴 动物的尾巴形状各异 用处不同 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 动物尾巴的妙用吧 动物尾巴的妙用 世界上大约生活着150多万种动物 它们身上大都长着一条尾巴 动物的尾巴形状各异 不同动物尾巴的作用也是有所不同 鸟儿们把尾巴当作飞行器 鸟的尾巴上长着又长又宽的羽毛 这些羽毛展开时好像扇子 能够灵活地转动 便于掌握飞行方向 狐猴把尾巴当作仓库 在食物丰富的羽季 狐猴就在尾巴里储存起了大量的营养品 在食物缺乏的旱季 狐猴就靠消耗尾巴里储备的营养来度日 还有的动物把尾巴当作武器 生活在热带地区的非洲饿 看到牛羚羊鹿等动物在河边饮水时 便突然将尾巴一扫 把这些动物打入河里 然后张开大嘴饱餐一顿 兔子的短尾巴可以在紧急情况下 帮助兔子逃命 当兔子被猛兽咬住时 兔子立刻将尾巴的皮套脱下 从而赢得了逃命的时间 动物们的尾巴还有很多的妙用 就是这只小壁虎 用上屏幕里的语句 向妈妈诉说诉说 借尾巴的经过吧 妈妈我爬到小河边 找小鱼姐姐借尾巴 但她要用尾巴剥水 我爬到大树上 找老牛伯伯借尾巴 但她要用尾巴赶银子 我爬到房檐下 找燕子阿姨借尾巴 但她要用尾巴掌握方向 我到处都戒不到尾巴 看到这么难过的小壁虎 慈爱的妈妈说 傻孩子 你转过身子看看 同学们 请看这个傻字 傻一般表示愚蠢糊涂 但它和孩子连用 组成傻孩子这个词 通常就是长辈对晚辈 表示疼惜的称呼了 请同学们读读这个词 读出疼惜的味道 傻孩子 小壁虎又长出了尾巴 看看图 到处都戒不到尾巴的小壁虎 没想到自己的尾巴又长出来了 小壁虎 这时的心情怎样 哦 小壁虎是真高兴呀 那我们带着无比高兴的心情 来读读这句话吧 我们来听听 这位小朋友是怎么读的 我长出一条尾巴 多高兴的小壁虎呀 小壁虎尾巴断了 可以慢慢地长出来 这种特性叫再生 下面我们就走进知识小课堂 来了解一下什么是再生 小壁虎的尾巴有再生功能 这是因为它们体内有一种激素 这种激素能再生尾巴 科学家一般称它为成长素 其实和我们的头发指甲长出来是一样的 还有些动物也有再生功能 比如蚯蚓 身体断了 可以再长出来 小壁虎的尾巴能再生 是为了在小壁虎遇到危险的时候 能够正断尾巴逃命 从而来保护自己 小壁虎借尾巴这个科普童话 太有意思了 下面我们一起来分角色 朗读课文吧 喜欢哪一个角色就读哪一个角色 也可以一个人分读几个角色 注意读出各个角色的语气 同学们可以发挥自己的想象 在读的过程中加上神态 动作 下面我们一起跟随课文动画片 一起来分角色朗读课文吧 小壁虎借尾巴 小壁虎借尾巴 小壁虎在墙角捉蚊子 一条蛇咬住了它的尾巴 小壁虎一正 正断尾巴逃走了 没有尾巴多难看呢 小壁虎想 向谁去借一条尾巴呢 小壁虎爬 爬到小河边 它看见小鱼摇着尾巴 在河里游来游去 小壁虎说 小鱼姐姐 您把尾巴借给我 行吗 小鱼说 不行啊 我要用尾巴 水呢 小壁虎爬呀爬 爬到大树上 它看见老牛甩着尾巴 在树下吃草 小壁虎说 牛伯伯 您把尾巴借给我 行吗 老牛说 不行啊 我要用尾巴 改鱼子呢 小壁虎爬呀爬 爬到房眼下 它看见燕子摆着尾巴 在空中 飞来飞去 小壁虎说 燕子阿姨 您把尾巴借给我 行吗 燕子说 不行啊 我要用尾巴 找我方向呢 小壁虎 借不到尾巴 心里很难过 它爬呀爬 爬回家里 找妈妈 小壁虎 把借尾巴的事 告诉了妈妈 妈妈笑着说 傻孩子 你转过身子看看 小壁虎 转身一看 高兴的叫了起来 我长出一条心尾巴啦 文章读得有滋味 字也要写得美观工整 今天我们学写三个字 这三个字都是上下结构 条字上放下收 第二笔横短撇长 与纳对称 收笔在横中线上 上下有穿插 看宁字 上长下短 上步左右靠近 心字底成扁式 草字 草字 草字头位于上半格中间 日子 较扁 最后一横 紧贴横中线下方 第八笔横为主笔 要舒展 下面请同学们拿出右手食指 边看这三个字的笔顺 边输空 条字 撇 横撇 纳 横 竖钩 点 点 名字 撇 树 撇 横钩 树钩 点 点 点 卧钩 点 点 草字 横 树 树 树 横 横 折 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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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树 請同学们跟老师书写这三个字 是 条字 条字 撇 横 撇 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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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树 勾 点 点 在写条字的时候 好,请同学们一定要注意下半部分书写实不要写成木字 鸣 鸣 铁 铁 树 铁 铁 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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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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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横折,横,横,这笔横书斩,竖。 现在请同学们拿出填字本,一个字写三个,书写时,如果你写正确, 可以得一颗星,写美观可以得两颗星,所有的字写得大小均匀就可以得三颗星。 写字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正确的书写姿势,开始写字吧! 小朋友们,下面我们来看看这三位小朋友写的字。 这三位小朋友的字写得既正确又美观,字的大小还非常均匀,所以老师觉得他们都可以获得三颗星。 小朋友们,只要你们在写字时,仔细观察字形,认真书写每一个字,相信你们都可以练成一首好字。 下面我们用这三个字来组组词吧! 同学们,老师选择了这些词语,请你们读一读,记一记。 在每一天的学习中,希望同学们多多多积累词汇。 今天,学了这篇科普童话,我们了解到了很多动物尾巴的功能。 课后,可以把这个故事演一演,拍成视频,分享到班级群中,和老师同学们交流交流。 今天这节课上到这里,同学们再见!